字幕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今天带大家来到伦敦的市中心 Zunk One的London Bridge站 这个站也是有细地域 还有还有火车站 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這個很熟悉的地標 讓我先給大家看一看 我們現在身處這個站就是London Bridge 這個名字大家小時候歌仔都有得唱 就一定不會陌生的了 這裡的London Bridge其實就是這裡 稍後都可以再拍給大家看 剛才鏡頭看到很高的就是這個地標 稍後我們找個好一點的位置再拍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就身處在這個位置 我們首先會去旁邊Bowroth Market看看 我們現在立即帶大家去看 由剛才我們那個位置一轉到右邊 已經是屬於Bowroth Market的位置 這裡就是Market 上面也有一個牌子 這個Market是有頂部的 即是一個內地的Market 這間是專門賣Palmaham和Morzarella的 有很多芝士 有很多芝士 還有一些醃製的肉 這裡有很多款的松露油 這裏也是受賣芝士的 看來這個Market也有很多賣芝士 還有很多是買一些風乾火腿的 嘩 這裡又是芝士檔 嘩 喜歡吃芝士的朋友 真的可以來這個Market 慢慢選擇 嘩 這裡又是芝士 非常之多芝士檔 這裏是買海鮮和加芝士的 這裏是買海鮮和加芝士的 這裏有鹿肉賣的 這裏有鹿肉賣的 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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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 還有生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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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蝦� 可以看到紅色嗎? 這裡有新鮮的海膽 有海膽和生蠔 還有Sashimi Grey的吞拿魚 這裡的海鮮挺不錯 這裡有很大碟的西班牙海鮮飯 很大碟 這裡有果汁檔 這裡也有現成一杯杯酒可以買 當然也可以一整瓶買 這裡有一間Cida House 廚後面這裡有些小食檔 一間就是吃印度菜 在英國也有很多印度菜 轉到這裡有更多的小食檔 這裡好像一個Food Hall 這裡有鹹牛肉吃 這裡有很多檔口 有很多食物 這一檔是吃日式大碗飯 一碗飯 一碗飯 就是十磅、十一磅、九磅 那樣 你會懂得分買嗎? 有很多人 你會發生嗎? 我會做的 如果大家買完東西吃 就可以直接坐在梯級裡吃 又或者逛最高的位置 就有些桌子 不想坐樓級的話 直接站在這裡吃都行 這間也是吃日式的 它就是吃BBQ和便當 這裡也有些店舖是受賣茶的 我發現這個市場賣的食物或貨品 其實都是偏貴的 例如賣食物的價錢和餐廳吃都差不多 而且酒的價錢和餐廳吃都差不多 可能因為這裡平時比較多遊客 都是做遊客生意 由剛才的Bowrow Market轉出來 就會見到這艘歷史遊舊的船 這艘船叫做The Golden Hindi 你可以拍攝它的歷程給大家看看 這艘船最初在1577年的時候 開始航行 它是圍繞著地球 就是現在畫面看到金色的路線 圍繞地球 就是看看有沒有什麼新大陸 然後在1973年的時候 這艘船就再重建過 然後又再遊歷一次 即是說這艘船最少環遊世界了兩次 好厲害 好厲害 在英國歷史遊舊的東西真的很多 剛剛看完這艘歷史遊舊的船 再轉過來 這裡後面就有一個12世紀的位置 現在畫面看到的這個部分 就是以前Winterester的一個主教住的工地 的一個部分 你可以拍攝前面給大家看看 這樣就會更加清楚 這個就是以前Winterester Palace的一個部分 以前那個Palas是這樣的 現在看到的那個位置 其實就只剩下這一部分 這裡全部的東西就已經沒有了 就只剩下藍色這個部分 就在這裡 它是12世紀已經有了 那現在今天這個建築物的後面 就變成了一間cafe 現在它後面就變了這間連鎖的Pret de Monchi 由剛剛Winterester Palace的位置 轉出來這個位置 感覺是非常之有趣 因為在我的左邊 就有一間很漂亮的教堂 就是Southwalk Cathedral 大家看到的外觀 都知道它是充滿歷史的 為什麼我說很有趣呢 就是因為在這裡的左邊 看出去就是一個很繁華 很現代的倫敦 那個感覺是很搞笑 就是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一邊就是很現代 另一邊就是很充滿歷史 感覺是否差很遠呢 只是我的左邊和右邊 就像兩個世界一樣 這個是現代 然後呢 這裡就很古代 而在這個位置看到的呢 就是London Bridge 如果增加大一點 在柱頂上也有寫著是London Bridge 而London Bridge下面的這一條 就是在泰晤士河 在這一個位置就看到一個很繁華 很現代的倫敦 在這裡呢 它也有一個牌子 就有講解 London Bridge的七個階段 它是慢慢 如何由以前 慢慢轉變轉變 成為今天的London Bridge 這裏也展示了我們現在面前的這些建築物的名字 大家可以逐一對回 在這間 在這間London Bridge Hospital 的對面呢 就是London Bridge Station 這個就是火車站和地鐵站 而在這個位置 抬頭望 就是倫敦的地標 這個地標的外形 真的非常之特別 一條很尖的塔 形狀 現在就是一個玻璃幕牆的辦公室 而最搞笑 今天它剛好有人洗玻璃 所以在這個位置就伸了一個吊臂出來 在London Bridge Station 在London附近就有這個Hays Gallaria的廣場 圍著這個廣場也是一些咖啡 而廣場的中間 就有一個很美的 好像海盜船那樣的貧泉 拍給大家看看 這個很帥 在這個位置看 在這個位置看 更有型 船好像真的在航行 然後它有兩個假的海盜 坐在這裏 又是時候給大家看看 我們現在身處的位置 就在這裏 剛剛剛才拍的那個Hays Gallaria 那個廣場就在這個位置 之前再拍那個 又是時候給大家看看 我們現在身處的位置就在這裏 剛剛拍的那個Hays Gallaria 就是這個廣場 就在我們現在身處的位置 旁邊而已 而London Bridge的站 就在這裏 這裏就是剛才拍過的那間醫院 以及之前介紹的London Bridge 就是這裏 而大家最熟悉 覺得最美的橋 就是Tower Bridge 就在我們的正前方 而在我們現在身處的位置 旁邊就有一艘軍艦 就是這個軍艦 就是這個軍艦 非常之巨型 然後遠處就是Tower Bridge 如果大家想上去參觀這艘軍艦 當然要收費 因為這裏有一條橋 就會說到這個軍艦 在不同的年份 有去過甚麼地方 而鏡頭 再拍到這邊 就是倫敦最美的橋 Tower Bridge 在這裏看Tower Bridge 就非常之清楚了 倫敦的Tower Bridge 真的非常之美 無論來過多少次 每次再來現場看 都覺得非常之美 我們家裏都有一個 LEGO的模型 都是Tower Bridge 其實這個LEGO 都做得非常之相似 在Tower Bridge 這一邊 就是一個很現代的建築物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倫敦的City Hall 這集我們在London Bridge 一帶的分享 就到這裏 下一集我們會帶大家 去福爾摩斯住的地方 記得不要錯過了 拜拜 我們在London Bridge 在London Bridge 我們在London Bridge 嘴巴裡 在London Bridge 我們在London Bridge 一邊的City Hall